親愛的弟兄姊妹你們好,我們今天開始我們網上的釋經 以及怎樣應用和神學上的討論 我們上次已經讀過,幫我現在再讀一下 《義賽書》六十一章一節三節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耶和華用高高我,叫我全好信息給謙卑的人 猜顯我醫好傷心的人 報告被佬的德,釋放被囚的出監路 報告耶和華的恩年,忘我們神報仇的日子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賜華官與石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塵 喜樂由代替悲哀,讚美衣代替憂傷之靈 接著第二節就講到 報告耶和華的恩年 以及我們神報仇的日子,我們先看耶和華的恩年 耶和華的恩年 因為在以色列人的律法裏面 是有七年就是一年安息年 然後到五十年就是一個欺年或者是恩年 就是這一年就是那些奴隸可以釋放 可以脫離主人的家 除非他仍然留在主人的家裡 那他們可以留下來的 這個恩年的意思就是說是一個釋放的時候 就是我們可以完全釋放 脫離一切的困所 這個經文我們可以經歷什麼呢? 神做什麼工作? 我們可以經歷什麼呢? 大家可以回應一下,就是講到耶和華的恩年 你說在釋放的時候,那應該我們可以釋放,經歷自由 嗯哼,OK 這樣神的屬性和恩典是什麼? 可以經歷祂的安息 經歷神的安息 這個是我們經歷,我們可以經歷 但是我現在問你是神的屬性 神的屬性 神的慈愛 是的,慈愛、憐憫 OK,我們說一件事是要跟那個主題相關 而這個經文所說到的呢 是說到恩年,那你慈愛真的很廣泛的嘛,是不是? 哦,公義 神的公義 神的公義 以及慈愛 公義和慈愛 OK,還有沒有人想說呢? 恩典 OK,這些都是普遍的名詞 我們要很relate to 跟這個主題相關 就是現在講到釋放 神在這方面的屬性是什麼? 以及恩典是什麼? 不是很難的而已 他的恩典不是讓我們可以解除我們的困繞 特別心理方面 是的,沒錯 這個就是跟那個主題相關 他的恩典就是他會釋放我們 就是脫離一切的困繞 什麼困繞呢? 什麼困繞? 通常都是對魔鬼的困繞 人的不同的經歷可以發掘有多少樣東西 神可以釋放我們 除了一些困繞 OK 那麼神的屬性是什麼? 就是他的本性跟這個有關是什麼呢? 神的屬性都是要想他的慈愛 他愛世人 這個又是一個廣泛的名詞 我們需要跟那個主題相關 釋放嗎?是不是他的大能? 他的大能釋放我們 OK 他有釋放的大能 這個就是他的本質 有釋放的大能 大家拿不拿到他能夠釋放我們? 現在他有這個能力 他釋放了,是不是? 這個是他本質之一 還有呢? 他會釋放我們 這個是恩典 恩典跟本質 本性、屬性有什麼分別呢? 本性是他的本質 或者他的能力 先講到就是他釋放的能力 那麼他釋放我們 就是凡是有親我們在這裡 他釋放我們 這個是屬於恩典 就是他的行為 就是恩典 大家拿不拿到一個分別? OK 那我講了 他的本質 第一 他是自由釋放的 他的本質是自由釋放的 他不是一個 譬如有些人的傳統觀念的神 是被憤怒捆綁的 有些所謂的神 譬如中國封神榜故事的那些神 有些是憤怒 或者是做一些破壞性的東西 但是神本身就是釋放的 還有他有一個心態 心態都是本質來的 他想釋放所有的人 他想所有的人得自由 他不想任何人是被捆綁的 那大家拿不拿到 我想大家去思想 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講篇道 說到釋放 我們可以說愛的 不過最主要是應該說到 他是想釋放我們 他有這個本質 他想釋放我們 就這樣說到愛是一個普遍的神的恩典 我們一定是跟那個主題貼切 譬如說訊息分享之類都是的 我們是跟那個主題貼切 這個本質就是他本質是一個自由的神 所以在天堂是完全自由 是沒有任何的捆綁的 他是很想人得自由的 他不想任何人有捆綁的 這個就是他的本質 然後恩典就是他會釋放我們 他會拯救人脫離一切的捆鎖 叫人不受這些影響 所以這個就是大家 你明不明白我為什麼說到 貼切主題這一點 大家拿不拿到呢? 徳師 我不是很清楚 他是不是第二節報告耶華的恩典 是跟第一節報告秘魯的 德式降遺仇的卓監獄是有聯繫的呢? 是有聯繫的 那再傳些會有沒有聯繫呢? 傳好信息及天卑的人 那這些是否也有聯繫呢? 這個恩典 有的,不過傳好信息 不只是傳釋放的信息 傳救恩的 但救恩也是釋放的 是有相連的 這個不要緊的 因為這裡是講到神一連串的工作 很多時候神的工作都可以一連串的相連 是,不過如果我自己看聖經 我就發覺 他六一一 所謂六一一 六一一 零人流那些 用這句來講 我發覺上一句 就是當耶華的靈 充滿在以塞亞先知那裡 他就會 說出六一一的信息 跟著 這個先知他繼續說 就是第二節 第二節他會不會又轉了少少 報告耶和華的恩年 和報仇的日子 安慰一切 愛上人 他已經是第二個信息 出來的 我就不太懂得分 當我看聖經 我亦都不懂得分 我亦都不懂得分 看到原來恩年 包括上面的釋放 或者傳好信息 這個我都不太懂得看 不太懂得看這些聖經 好的 我們怎麼知道 這個與常文有沒有關係呢 就是看看那個主委 有沒有改變 有沒有重 就是譬如 這裡根本就沒有重複說那個主委 就是說他一直連串都是神的工作 總之arme 主要有靈在我身上 耶和華薏高高我 要我去做這件事 又差遣我 然後就務告耶和華的恩年 與我神報仇的日子 按維 即全部是沒有再加上主委的 subject eraser 就是大家知道 你學過文法 也知道subject 那個句子 這個主委是沒有加上另一個主委的 那就是說這個根本是一個連續的句子 的時侯就全部連續了 就算這個是連續的句子 我感覺這句其中有一句是很多人害怕的 就是神報仇的日子 我跟著會解釋 你不要這麼心急先,我現在看這裏先 OK,那大家我主要問你,你明白不明白我所說的 首先就是我們所說的全然和那個主題有關 然後呢,神的屬性就是祂的本質,本性,能力,祂的心態 祂的本質就是祂是自由的神,祂很想我們得釋放 祂的心態就是祂很想我們得釋放,祂不想任何人受捆綁 這就是祂的本質 然後恩典就是祂會釋放我們脫離任何的捆鎖 任何一件事捆鎖我們,神都可以釋放我們的 就是這個分清這個屬性和恩典 為什麼這樣分清呢? 其實為什麼我有這個神屬性查經法和講道法呢? 就是希望幫助人看到神多麼好 還有祂為我們做多少好事 譬如很多時候人通常會說恩典多的 很少說屬性的 就是多數會說神救我們 神耶穌為我們死 神是更生我們 聖靈感動我們 這些全部都是恩典,就是神為我們做的事 基本上人就是會說屬性 為什麼人多數會說恩典少說屬性呢? 因為覺得神怎麼樣本質 好像不是直接跟我們有關係 好像最重要的是耶穌救我,幫我 聖靈在我心中感動我,帶領我 這些是我們直接收到的收益 但是當我們學習到 原來神的本質是很美善的 祂會救我們 因為祂的心裡憐憫我們,愛我們 祂不想我們沉淪 祂的心裡充滿著一種很強烈的憐憫 譬如說,我用一個例子 譬如你聽到有一個人 有一個普通人去救人 我們就會說這個人真是好人 去救人,譬如那些人浸在水 譬如我們在場,我們就看到祂 真的什麼都不理 祂真的好像不顧自己的安危 譬如那些水是急流來的 祂都會跳下去救人 我們就看到不單止祂救人 我們看到祂很勇敢 祂不想自己的安全 祂會完全去關心那些人 這就是祂的本質 當我們知道神的本質的時候 我們會更加欣賞神 就是更加會說 神啊你真是好 我有一個這麼好的神 真是非常之好 耶穌會付出這麼多代價 就是代表神 怎樣願意接受一切的羞辱 來救我們 就是祂這種本質 祂寫幾 純粹為了我們 而祂是很不… 就是耶穌是很不喜歡跟天父分離的 但是祂要面對這個分離 那這個就是祂那個本質 願意接受最重最重的刑罰和就座 那我們明白祂的屬性的時候 就會對神更加欣賞和歡喜 就會能夠做到聖經所說的 以耶和華為樂 那就更加和神的關係密切了 就像我這樣 我是真的很喜歡神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到神的屬性是漂亮得不得了 我不是單止看到祂的恩典 我看到祂背後的本性 我又用另一個比喻說 譬如媽媽照顧子女 大家都會知道的 都是好的 非常好 但是譬如有一個子女 她發現她媽媽 原來有些事情做出來 是真的令到她自己很大損失的 是她本來可以 譬如她本身是一個很 譬如她是一個醫生 但她因為照顧子女 居然她不去做醫生 那兒子女後來長大知道之後 原來我媽媽有大好前途 但她為了我而捨棄 她就看到她媽媽的本質 多麼看重他們 多麼捨己 有憐憫他們的心 就會更加欣賞她媽媽 不只是媽媽養大我們 而是媽媽的本質 是非常美好的 所以我很想讓人知道 我們有一個神 是非常非常美善的 她的本質是非常美好的 還有她有一切的能力 和恩典 這是本質 她有的能力和本質 然後她就怎樣 每一方面祝福我們 大家拿不拿到這個分別 還有說出神屬性的重要性 大家拿不拿到 明白 大家開聲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我想你們表達一下 到底你們明白嗎 這件事 如果你不明白 就說出來 明白 OK 明白 OK 好 有沒有人有不明白 OK 好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 以後我們 我們都會多些說到 神的屬性 和恩典 大家明白這樣的分別 OK 我們再看這句 就是耶華 報仇的日子 這句話 很多人聽到就覺得 哇 很恐怖 很害怕 聖經講到報仇的日子 意思是說到 神是會 就是那些 惡人 他們做一些不好的 神會審判他們 不是說到 我們普通人說的那種報仇 而是說到神的公義的審判 因為很多人 他們是做一些傷害人的事 違反神的事 神是有職責去審判的 是一個慈愛的神 拯救的神 但他完全不審判 這個世界都會很有問題 聖經講到神報仇或者審判 是因為他的公義 如果神沒有這個公義的時候 什麼人都容許入天堂的時候 那些犯罪沒有悔改的人 都依然可以入天堂的時候 天堂就會變得污衛 很多很多不同的人 根本他都沒有悔改的 他就去到天堂了 天堂就會變成不潔淨 神的聖結公義是不會容許 罪人接近他的 罪人一定要悔改有耶穌的謝罪 這個神報仇的日子就是神施行審判 就是說那些惡人怎樣攻擊神的子民 阻擋神的工作 神是會難阻他們的 神會祝福祂的子民 讓祂的子民得到恩典 不受這些惡人的影響 所以這個也是恩典來的 審判也是恩典來的 因為審判就會把那些惡人分出來 和惡人是需要根據他們所犯的罪 受應當的懲罰的 這個就是為何這裡會加一句 報仇的日子呢? OK,有沒有問題關於這方面? 沒有問題 OK 可以這樣說嗎?這句 即是我們這句就是 我們的神是彰顯公義 和施行審判的日子 這句的意思是怎樣 是啊,是啊 這裏講到就不只是末日的 而是在今世 神都會施行祂的公義 但有時候我們眼睛未必看到 但是怎樣知道祂真的有施行審判呢? 就是不信的人 就算祂有錢也好 祂內心是不平安 祂沒有得到神的祝福的 祂生命是很多苦惱的 很多不開心的事情 祂在痛苦之中生活的 雖然有些人說祂不痛苦 祂又賺到大錢 祂又可以隨時去玩也可以 祂做什麼也可以 祂雖然是這樣的 但是祂的內心是不能夠得到 神所賜的平安喜樂的 祂只能夠有物質的享受 祂的內心依然沒有這種平安興省的 沒有基督徒那種喜樂 在裡面只是祂覺得祂做到一些事情 祂就會興奮 但是祂在裡面有很多激怯 很多激怯、激怯 因為祂未必達到祂想要求的程度 所以祂生命是不能夠得到祝福的 好的 在這方面神的屬性和恩典是什麼呢? 你是說回這一句嗎? 是的,就是這一句 這句你說是公義 看到神的公義 也實際看到神是愛祂的子民 因為祂審判罪人 也會牽涉到神的愛 是,沒錯 神的愛和公義 祂不能夠容許罪的質素 祂不能夠容許罪去侵犯神的子民 祂如果不容許罪 可以說祂是聖結的屬性嗎? 是的,就是聖結 沒錯 大家有時候可以用反面正面地想 祂不容許罪 即是說祂是聖結 還有公義 公義和聖結是不同的 大家拿不拿到分別嗎? 公義是justice 聖結是holiness 或者是righteousness 大家拿不拿到分別嗎? justice就是公義的審判 祂會行事是公平的 聖結就是祂無罪 即祂本質無罪 祂的justice就是祂會按照我們所行的 或善或惡受報 以及按照我們的行為去賞賜我們 這就是公義 即祂是公平的 好,先說出一些神的屬性 恩典是甚麼? 阿牧師,說神是恩詞的神 也是可以的 祂有這個恩詞 祂會有這個恩詞 也是的 祂恩代他們 有時候有些越講越遠 但這也是可以的 恩典呢? 神的恩典是甚麼呢? 在這句經文 恩典? 是的 神報仇的日子 那個恩典是甚麼呢? 恩典就是拯救那些 我剛才也說過 他捉了一些 好像師編經常都是的 叫神私人的公義 和他拘走那些惡人 這樣他的恩典就是給了那些好人 他啟示錄也是的 那些人不斷叫耶和華 申冤的 叫神申冤的 是嗎? 聖壇草告那些 這個也是對那些 受苦的靈魂的一些恩典 是的,沒錯 是非常好 那你現在明白了 神的本性就是 祂是公義的 公平的 祂是聖諜的 祂不會給那些惡人 祂的那個本質 祂不會任由那些惡人去破壞 雖然有些人說 哇,那些惡人做很多不好的事情 但是神會在人的靈魂上 以至基督徒 就算在最困難的情況 譬如初期教會他們受迫白的時候 反而他們得力的時候 祂不會容許惡人的惡去破壞神的計劃 和祝福祂的子民 我們基督徒就算在最困難的情況 就算有一天受迫白 神會和祂同在 賜力量給祂 賜喜樂給祂 給祂有額外恩典 讓祂在受迫白的時候 一樣經歷神的同在 和神的帶領 和神會大大的賞賜祂 今生和來生 祂會有超自然的喜樂和平安 雖然祂肉體上受苦 但是祂會經歷神超然的工作 就是祂不會容許惡人破壞 神在基督徒生命中的計劃 不會容許惡人奪去基督徒的好的地方 當然當基督徒不聽話的時候 祂就會被奪去 即是受迫白的時候 或者是惡人攻擊的時候 如果基督徒不懂得站穩 不懂得捉緊神的英雄 神會保守我 祝福我的 這些惡人能夠難阻神的計劃 人算什麼 我們沒有人能夠難阻的 有爺爺說幫助我 我必不懼派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誰能敵黨神所揀選的人 即是聖經有不同的經文都說到 沒有人能夠難阻神的工作 所以這個就是給我們有信心 就是神祂是公義公平 祂一定會祝福愛祂的人 祂一定會蒙福的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就是 雖然進度慢 但是這個就是給我們看到 就是由這個經文我們看到 就是神是 祂是很大的恩典 祂會叫我們完全是 不會受捆綁 是爺華的恩典 我們就算以往幾多捆鎖 都可以得到釋放 還有呢 惡人是不能夠破壞我們的計劃 所以我們可以 就是聖靈的工作 在我們生命之中 可以提升我們的 高度的提升 惡人不能夠難阻神的工作 其實在我初期經歷聖靈充滿之後 我被傳統教會被迫白 但是神呢 結果後來是為我開更闊的路 祝福更多人 也都是 如果我一直都在傳統教會 可能只是在教堂 服侍 但是現在呢 神是擴展我的領域 以至我能夠影響不同地方的人 這個就是神不會容許一些不好的事 就算信耶穌人都有一種難阻神的工作 神會難阻他們 讓他們不會破壞到神的計劃 這個就是神那種高度的能力 高度的安排的能力 祂能夠安排一切的事 對我們都要有益處的 我們現在祈禱 就是神幫助我們 能夠脫離一切的捆鎖 心態上 心態上就是 我不是就算有人欠債 我不是欠債的 神可以釋放我脫離債務的 有時候有些人的債務 因為我們的不負債 神免去我們的債務 不是代表我們不用還債 但是神會給我們方法 能夠處理到我們的債務 或者我們欠債任何人 我們都靠著神去處理 能夠完全脫離一切的捆鎖 也都不受惡靈的影響 OK 好 那我們總括上一次所看到的 就是 講到就是 神的靈在我們身上 會更新我們 要我們能夠有 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 也看到神的本性 就是神很想救人 很想拯救人 很想他有這個能力 他有這個能力去拯救人 那他就會 他的恩典就是 他會感動那些信靠他的人 親近他的人 有這種動力和智慧 如何去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 叫他們得釋放 然後就 差遣我們醫好傷心的人 就是那些神本身就是充滿喜樂的 他能夠醫好所有傷心的人 他差遣我們 不單止醫好我們 有醫好我們去祝福的人 所有被捆綁的被釋放 就是神都是一個自由的神 他是能夠救人 脫離一切的困索 所以我們知道 原來我們可以經歷神這麼多的工作 譬如我自己來說 我經歷聖靈的時候 和我信主的時候 是有一個明顯大的分別的 其實我信主的時候 已經是有很大的喜樂 我覺得是很好的 但是我在經歷聖靈之後 我所經歷的喜樂是更加大 以及祝福人的能力是更加大的 譬如我昨天為兩個人 在我們聚會的時候 站在祈禱 我一站在這裡 我立即感受到聖靈的能力 我還未按手 我問他們 你們有沒有經歷到能力 他們都立即覺得有 有一種能力去救他們 我就這樣站在這裡祈禱 他們已經覺得神的靈立在他們身上 這個也是神的恩高 神的能力去祝福我們 求主幫助我們有深信 神的靈立在我們身上 我們有一個更大的自由 就不要讓那些情緒 負面的東西 別人做過傷害 那些就影響我們了 是完全釋放 我們一起祈禱 聽我的天父 我們感謝祈禱 因為你是自由興省的神 你是完全自由的 求主你釋放我們的靈 叫我們完全得自由 我們有任何的困索 任何負面的思想 任何不好的想法 任何覺得自己受壓制的地方 求主釋放我們 讓我們知道 我們時時都在神的欺憐裡面 神的恩怜裡面 活在神的恩典之中 求主施恩祝福我們 加力給我們 祝福我們 與我們同在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榮耀重贊 歸給天父 主下我們把所有的重膽都放下 所有的煩惱都放下 所有不開心的地方都放下 求主施恩 多謝天父的大恩 多謝天父的大愛 神你的恩典真是救我們用的 我們有耶穌 我們就能夠輕省 能夠完全沒有約束 如果我們心中有任何的約束 我們自己在那裡給自己的壓力 給自己一些要求 給自己一些負面的想法 求主幫助我們 深信我們已經在神的欺憐裡面 每天都在神的欺憐 每天都可以有自由的 我們不再需要捆綁 我們可以時時都說 我們親近神 遵從神 神一定是歡喜的 神一定是喜悅的 所以我們每天都活在喜樂平安之中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神你是似喜樂平安的神 多謝天父 讚美耶穌 感謝耶穌 耶穌的恩典救我們用 感謝天父 多謝耶穌的大恩 神榮耀眾讚歸給你求主的聖靈 囂灌在我們身上 你都可以站起來 神的聖靈囂灌在我們身上 加力給我們 與我們同在 叫我們自由 興省 喜樂 好像非常 在神的天國裡面非常 是完全的輕鬆 完全的沒有淡子的 完全沒有任何的煩惱的 是深信我們靠著耶穌 我們能夠去到任何的領域 神你為我們預備的領域 我們可以去到這個領域 去到一個高超的領域 可以生命大大給你發揮 無論我們心裡面想為神做什麼事 或者是作見證 或者是分享 或者是傳福音 或者是教導人 或者是牧養弟兄姊妹 或者是傳福音 所有這些事 神都會賜給我們能力和智慧 能夠做得更加好 求主幫助我們脫離一切的捆鎖 和控訴 讓我們心中不要控訴自己 說自己沒有用 而是深信神一定大大的施恩祝福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榮耀眾贊歸給你 你是滿有恩典慈愛的 你是滿有能力的 你凡事都能的 你是憐憫我們的 你是很想提升我們的 你是體重每一個生命的 你能夠在軟弱的人身上顯出能力 顯出完全 叫剛強的人羞愧 你能夠叫餘絕的人 興起他們 叫那些智慧的羞愧 求主施恩祝福我們 讓我們一路被主提升 不要活在一個自己設立的捆鎖裡面 不要活在別人對我們的捆鎖 有時候人對我們的控訴 我們就是一個捆鎖 求主幫助我們完全脫離一切的捆鎖 心裡面時事說我是自由的 我是興省的 我是喜樂的 我是完全不受任何的捆鎖的 我可以大大的發揮的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阿門 我希望大家都反思一下自己生命中有些什麼對我們有捆鎖 譬如有時候有些人說那些說話 你不行的,你做不到的 或者你經常都軟弱的 任何的批判的說話 在我們心中仍然指控我們 如果我們真的是小親近神的 我們就悔改,求主赦免 也都深信我一親近神就起源 不是說我不改,我都可以輕省喜樂 是一定改的 一定是脫離罪惡的 因為罪是捆鎖我們 當我們脫離這些捆鎖的時候 我們深信神一定起源 神叫我們完全的自由 如果大家有覺得我都不自由 那你可以在行組裡寫出來 祝福大家我們今天到此為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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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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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操作者 祝福 for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